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来的讲师高老师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了一个 度外游区幻语句 在上上节课咱们又学了一个 外游区幻语句 对不对 那这节课咱们还要接触一个 用的几率也是比较多的一种语句 for语句 当然了 你没发现吗 如果大家学过其他语言的话 peerp的语法 跟大多数语言都是很类似的 对不对 比如说西语言 加外语言 西加加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语言里边也都有 wile循环 度外游区循环 和for语句 那如果大家学过其他语言 那学php这些 那就是什么 也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for语句 for语句 循环和wile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但是功能上是没区别的 都是要循环体反复执行 对吧 与句反复执行 目的是一个 就是结构上有所不同 for语言是最适合用技术做循环的 什么做技术大家知道吧 对不对 循环一次查一次 你要他循环100次就查到100次 然后结束这个循环 所以它是为专门技术循环而存在的一个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for循环的具体的语法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边我们打开这个程序 这个是我们上节课写的程序 对不对 我们把它删掉一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YL循环也好 或者DL也好 跟Po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 比如说 咱们前面写YL循环的时候是这么做的 $I等于0 是不是生命的变量 然后YL循环 $I小于100的时候 我再执行 咱让里边执行一个循环体 对吧 循环 铁 语句 对吧 然后我们这会儿再等 $I加加 咱说YL循环最适合条件应循环 对不对 但是这个条件 咱们在后边才能找到 对吧 所以用YL循环模拟的技术 而for循环最适合的就是技术循环 所以写起来要比YL循环简单一些 对不对 但是for循环也能做条件循环 但是for循环不适合做条件循环 对吧 那咱看for循环的语法什么样子呢 for 看到了吗 如果是一条语句 循环体是一条语句 可以不加大号 这话 假设是循环体 你可以是不加大号的 对吧 但是我们一般都有多个循环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把大号总的加上为好 ok 然后for里边 必不可少的是两个分号 看到了吗 两个分号什么意思啊 两个分号是将这个括号分成三个部分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那三个部分都是表达式 那我这就叫表达式一吧 对吧 第二个表达式 那就叫二 这块 再来一个 表达式三 看到了吗 用分号 两个分号分成了三部分 对吧 那这三部分又如何工作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三部分如何工作的啊 第一部分 程序最先执行的 第一部分 要怎么办 先执行 表达式一 咱先看一下顺序 先执行的是表达式一 ok 然后 马上执行的第二部分 什么 是 再 执行 对 表达式二 那再执行 执行 表达式三 不对 第三个 第三部分 执行的 第三部分 怎么办 然后 再执行 谁啊 对 循环体 看到了吗 所以不是说 程序从上往上执行 遇到表达式一 先执行这个 再执行这个 再执行这个 不是这样的 先执行表达式一 再执行表达式二 再执行表达式三 不是 执行表达式 循环体 执行循环体之后 第四部分 一定要知道 它的执行随语 再执行 谁啊 对 表达式三 对吧 执行完表达式三 然后 再怎么办 再 执行 什么 表达式 这是第五部分 再执行 表达式 对 二 又回到了第二部分 就什么 然后回到了第二部分 再执行的第二部分 往下是谁啊 循环体 循环体 循环体完了呢 表达式三 表达式三 完了呢 表达式二 对 所以这里边就注意一个问题 注意一下什么呢 表达式一 怎么的 只被 执行 对 执行 以此 OK 表达式一 只被执行一次 然后就执行表达式二 然后循环体 表达式三 然后再表达式二 对吧 这样三角形关系去执行的 OK 大家要注意到这个格式 那这三个表达式做什么作用呢 咱们说了 通常三个作用 那 表达式一 表达式一通常做什么呢 它就执行一次对不对 作为初始化条件 对吧 初始化的条件 比如说 比W5等于0 像上面这个 W5等于0 看到了吧 然后执行表达式二 是不是相当于执行这个的话 二位循环体就执行这个 对不对 那表达式二应该是什么 表达式二 是一个 是否执行循环的判断条件 对吧 也就是条件 对吧 表达式 成立了才执行循环体 成立 则 执行 循环体 看到了吗 这是表达式二 那表达式三呢 看上 W5循环这话 是把I++完了之后 再预算这个条件表达式 所以表达式三是一个自增条件 通常是放 是一个自增条件 比如说 $5++ 这话比如说 $5 小于100 看到了吗 所以 那封循环这三个表达式就为了一个技术和条件判断使用的 才分成三部分 对不对 所以说封循环特适合这种技术循环 也就是你让它循环多少次 它循环多少次 这种写法特适合用封循环的 那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举什么例子呢 看一下语法 我同样样这一条代码 高老师 很帅 你把妹子加上吧 妹子 妹子也很漂亮 很漂亮 漂亮还打不出来了 那打一个很丑吗 哎呀 这打不出来了 妹子很漂亮 对吧 很般配嘛 这样的语句执行100次 那我们怎么办呢 用外奥循环弄多会了 对不对 咱们现在用Full循环 看一下 Full循环的语法 Full 大块对不对 是不是要你 循环体反复执行呢 那就执行多少次 你看一下 第一部分用分号 分成三部分对不对 那第一部分什么呢 对 初始化条件 WY等一顶 对吧 第二部分判断 如果小100的时候就执行 大100就不执行 对不对 然后执行一次 是不是得查一次数 WY加加 你看 是把这三个初始化 判断条件写在 一起的 而WY循环是不是分开写的 对吧 这一个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是不是这样了 那分开写好 还是这种写在一起 看上去代码规范的 对不对 而且你不会总犯那种 像WY循环少写了 我I加加 是不是会出现死循环的问题 这个不会 那我们看一下 结果是不是可以呢 然后同样在循环体里边 可以使用到 到了不I这个变量 OK 对不对 那我都说了 那到了不I在这声明的 在这声明的到了不I 对吧 WY循环是在这声明的到了不I 那我在下面输出 如果循环100次了 这个到了不I在WY循环 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也是100 对不对 那幅循环执行完之后 那这个到了不I是多少呢 对吧 回来你看到区别的这话 紧紧紧 连接一个 再连接一个 紧紧紧 看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在这里边声明的 后边的程序 能不能用到这个I OK 咱现在是这个问题 来我们执行一下 Test点接力 看一下 01234567 一直到多少次 99次 I100 对吧 对 所以我们这里边I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假如我在成语里边连续写 两次循环呢 对 I是从100开始的吗 不是 对不对 因为什么 因为I我们又重新出了 8一次 是不是又变成0了 所以我们发这个 所以看好多人写成语则 在这写完之后 UNSide干嘛 把WI释放了 有那必要吗 没有必要 对不对 当然有的时候又有必要 他后边才用到这个I 对不对 那如果用到的时候 重新声明一下 或者出值也就完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风循环的 一个语法结构 测试和做的就是技术循环 对吧 我们来稍稍看一下课件 看一下 表达是一表达是二表达是三 对不对 宇宙系列 那这话 执行表达是一 然后执行表达是二 表达是二如果成立的话 执行宇宙对不对 然后再执行表达是三 然后再过来执行表达是二 如果不成立的话 是不是推出循环底 跟刚才说的结构是一样的 OK 好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见到这里 这节课咱们主要选了 就学一下风循环的一个 简单的语法结构 好 谢谢大家